在独山县除了臭酸 还有一种酸 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最爱 那就是虾酸 据说它的制作流程特别复杂 我要先找到制作虾酸的师傅 夏桂敏大姐 虾大姐 你好 哪个是虾酸呀 这边这个 真的 虾酸的味道也很重 它酸味很浓 里面都还有一点小虾子 在哪呢 这些一桃桃的 尝一下 好 很特别的一种酸味 等一下您洗手了 过后都还有味道 让我意外的是 虾酸没有虾本来的腥味 却有着独特的酱香味 夏大姐到底添加了什么秘方呢 我要跟着夏大姐 从收集原材料开始探秘 这个虾子 就像这种晶莹剔透的 做虾酸的商品 最好的是这种小小的 它容易发酵 透亮跟蛟梨一样 果冻 小河虾得到河水充分的滋养 长得小巧玲珑 通体晶莹剔透 只有这样的小河虾 才是制作虾酸的最佳材料 夏大姐说光有小河虾还不够 还需要辣椒来助力 晒干的辣椒就比较香一点 越嚼越香 第一次采摘的叫头发辣子 它是油亮油亮的 它虽然是暴晒过 但是它这个皮不是那种 特别缺少水分的那种皱 对对对 是辣椒中的极品 辣椒洗净 晾干水分后剪成段 在炒香炒脆 最重要的一步是冲 我们贵州人就像辣椒一样 性格 爽快 我试一下 这个挺好玩的 这个工具有点千斤重 这好不好玩啊 夏大姐说 虾酸的手艺是跟妈妈学的 虽然自己早已是远近闻名的制虾酸高手 但是在妈妈眼中 她还是个孩子 最关键的步骤需要妈妈亲自上阵把关 比如这蒸甜酒就得妈妈来 因为这正是制作一坛好虾酸的秘密所在 混凝水 做好的甜酒呢 就那个水比较多 很甜 好的甜酒不仅中和了酸味 更能促进发酵 提升虾酸的香味 由糯米变成甜酒 需要两三天的时间 500克虾 50克酒 100克盐搅拌之后 庄檀密封放置半年 让和虾在坛子里自然发酵 半年后 小和虾就会变成虾容 颜色也由透明变成了粉红色 别以为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 发酵好的虾容还要从坛子起出 进行第二轮加料 哇 很腥 很臭 对 很腥很臭 所以咱们肯定要加点东西 那肯定要加 甜酒 发酵以后需要酸的作用 白酒就是十斤放一斤 辣椒一比一 酒砂菌 辣椒提辣 甜酒增香 盐提鲜 均匀搅拌后 再次装入坛子密封 这一蜕变过程 又要长达半年 存放时间越长 虾酸的味道就越浓香醇厚 制作的菜肴就越美味